我们先来看一段机车男的傻酷 侯米浩会骑摩托车 大家都知道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侯米浩表示 他是在剧组训练的时候 然后逐渐对机车产生了爱 此后在2022年的11月8日 侯米浩第一次在社交媒体 晒出了自己的爱情 不过只得一提的是 周也也在2022年的8月11日的一场直播中 曾被主持人问及最想要得到的技能 他表示我想要获得摩托车驾驶证 你最近想要去考那个摩托车驾照 咱就说真的那么巧合吗 一个21月8日 一个8月11日 你们怕不是以为我们不懂你们的小甜蜜吧 所以小编单方面宣布 他们是真情率无疑了 其实在他们片场 小编就已经感觉他们的情况不一般 有天言蜜语在的片场 那一定是充满欢乐的 周也和侯米浩在片场互动 真的很像小学生 一起打打闹闹的氛围 真的是很威心 侯米浩在片场也是非常听周也的话 有时候还会模仿周也 也会被周也的一些小动作逗笑 导演在片场刻的也是挺起劲的 看看这一脸一幕笑 真想问问导演 当面刻CP是什么感觉 比如两个人要拍的一场贴贴的戏 周也一和侯米浩对视就有点害羞 再次尝试时 又被侯米浩头发上的小卡子耽误了 另外在两个人拍摄打魂的戏份时 两个人穿的衣服莫名撞衫了 周也都调侃到说是像双胞胎 咱就是说这是新婚的婚服 就像那个双胞胎 就连一旁的群演都说他们长得很像 还问他们是兄弟吗 要我说这些群演太不会说话了 这哪是兄弟 这美名是夫妻像 而且两个人还会在喊卡之后互相告证 他们两个真的别太幼稚 腰拍打戏时 周也不熟练动作 侯米浩就会上去教他 还有腰拍对视的时候 两人一直很没有默契的对上 于是周也就质问起了侯米浩 面对周也的送命题 侯米浩肉眼可见的慌了 而且侯米浩在片场真的很喜欢抖周也 因为侯米浩要为周也吃国斧 拍了几次导演都不太满意 侯米浩这个时候就起了坏心思 在汉六上两个人的互动也是甜的掉鸭 因为周也在上部戏中设演了一个作曲家 于是侯米浩就想给周也也介绍唱歌的老师 但没有想到周也说可以让盘见次教他 下一秒侯米浩的表情就变了 你小子心思别太明显 在之后的一个环节中 侯米浩没有记住一个名字 于是周也就跟着他撒娇 想跟周也记长等半天也等不到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等 在一档节目中 侯米浩和周也一起去挑战料 周也调话之后还特意跟侯米浩说 自己要回去了 这一点两人之间的氛围真的很奇妙 谁家同事能这么上心啊 现在的粉丝和CP都流行在正主面前吗 当他们连线到CP粉丝 场面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 况且侯米浩也是有点爽标在身上的 公司人员让他露福晶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但是周也让他露肌肉 他毫不犹豫的露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挺媳妇的话 还有侯米浩想二大的心思根本藏都藏不住 在互刑播出之前接受采访 问他想让那个故事有后续他回答的互刑 前几天放出的采访 又说二大想演一个轻松一点的现代剧 你小子二大三大都安排上了吧 再加上他们两个是同公司的 那合作起来应该挺简单的吧 导演们还等什么呢 赶紧给我们终于侯米浩第一剧吧 男帅女美这个搭配不管看几次都不会腻 如今后面号周也 转眼的呼吸已经大结局了 很多粉丝都对那感人又美好的结局 已由未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 后面号周也在剧中的甜蜜瞬间 呼吸高甜蜜场面 天药用龙火温暖烟灰 烟灰问了替天药取回龙角 不惜向白小生借用灵力 尽管白小生警告他 灵力会对烟灰有不良影响 他亦无所谓 在成功取回龙角后 一行人顺利逃出 然而烟灰却因为石海中的灵力相吃 变得一场暴躁一怒 再狂躁悲伤之余 天药使用掌心火温暖了烟灰 这才让他平静下来 呼吸高甜蜜场面 天药几时就回了烟灰 天药想要驱赶烟灰石海中的黑气 只剩前往龙骨拿回自己的兵器 赤烟龙鸭 然而却因为失去赤城之心 迟迟无法将赤烟龙鸭拔紧 此时天药感知到 污入迷雾森林的烟灰遇到危险 又是凭借着一股救人的念头 将赤烟龙鸭拔抽 于关键时刻救下烟灰 又为他除去石海中的黑气 最终晕倒 而赤烟龙鸭一恢复自由 便飞回龙骨 呼吸高甜蜜场面 天药透透在冷泉下温暖烟灰 天药烟灰与白小生 为了彻底解决黑气的烦恼 决定前往青秋 寻找传说中的游敏妇 天药与烟灰好不容易通过考验 从国主夫人雪玲手里拿到游敏妇 然而看守游敏妇多年的言不惑 却不愿让烟灰一人单独持幼 半逼半就要烟灰 天药两人成亲 还需要在成亲前跑三日冷泉 烟灰刚入水便冻得不行 天药心疼烟灰 便将水下的身子划出冷身 以灵火温暖它 烟灰将天药的冷身当成温暖的石头 高兴的踩在上面 隔天打算继续用同一章 但印象好过多而陷入昏迷 燕灰赶紧把天药捞到岸上 却被前来查岗的燕不惑抓个现行 燕不惑收破天药加热冷泉之势 燕灰不知天药的住处 便将它背回自己的屋子 呼吸高田明场面 天药与燕灰在青秋大婚 为了成功取得优名妇 天药与燕灰在青秋举行婚礼 两人身穿结拜无暇的婚服 在众人的祝福下顺利澄清 事前他们便已经串通好 为了找到偷走游敏妇一本的小偷 要在婚礼上设局 两人喝交杯酒时对了一个眼神 天药当中宣布游敏妇在他们手中 并拿出来让燕不惑当众翻译 此举让赵公再也撑不住气 心急之下动手 暴露了他的身份被一举拿下 获行高田明场面 天药燕灰重修就好 燕灰一行人找到青秋大国主陈毅 在他的翻译帮助下 燕灰开始修行游敏妇 大黑气质主服一 感应到燕灰在修行 他的功法十分不满 便利用黑花控制燕灰 要套出天药的护心灵 燕灰坚决不肯 但又控制不住 于是要求天药斩了他头上的黑花 大黑花一斩 燕灰便命不久矣 天药绝对不回看着燕灰死去 于是依九星换命中 要牺牲自己保护他 索性白小生及时赶到阻止了这一切 燕灰苏醒后 知道天药已经斩掉黑花 不由伤心欲绝 怕从此再也见不到天药 没有想到天药出现在他面前 燕灰以为这是梦境 于是紧紧抱着天药 告诉他自己早就喜欢他 天药很高兴 燕灰还喜欢自己紧紧抱着燕灰 告诉他这不是梦 呼吸高甜名场面 天药舍失就燕灰 天药燕灰和和后大自一起去取龙京 然而此时素颖已经复活 在织布打斗过程中 燕灰被灵霄之日带回陈星山的雨星台 苏颖燕灰休息 要祖功法为由 要灵霄杀了燕灰 灵霄记得师父广情之人所言 要回去呼吸灵 才能让玄机安宁 便罩出碎魂边 打碎燕灰的石海 销毁呼吸灵 几日后 灵飞来到允星台 以剑绿堂权杖 开启允星台杀阵 天药用患命中 保住燕灰的性命 自己却燕消云散 呼吸高甜名场面 天药吃醋 燕灰遭到苏颖 感情杀绝 意儿愤怒地跳入黑河中 并在河底 凭借着想救天药的执念 练成了游民妇 成为新的黑妾之主 燕灰梯便会龙蛋的天药 积极散落的龙石 等待它的孵化 刚孵化而出的天药 失去记忆 灵霄之人 事后知道自己被浮云利用 去伤害燕灰和天药 感到十分自责 之后默默守护在他们身边 刚出世的天药 宫里归零 灵霄之人便带着天药苦练 天药天资过人 每过多久便能够伤到灵霄 燕灰察觉到灵霄受伤 便为它送去伤药 天药看了后 开始吃醋 紧紧抱着燕灰撒娇 呼吸高田冰场面 天药找全身体 与燕灰重聚 天药从宋盈那 获得龙行后 找其所有身体 记忆也全数回归 被为龙火与黑气相克 燕灰不慎被误伤 被坛飞至 浮云失害 天药前往冥雾森林 找到白小生 并消除 在白小生的帮助下 进入福音石海 找到燕灰 白小生事前 将黑影袍照在燕灰身上 如此天药的龙火 才不会波及于它 在三人的合力之下 消灭了福音的肉身 燕灰与天药 也终于以完整的自己团聚 穿着黑影袍的燕灰 终于不会被天药的龙火灼伤 呼吸高田冰场面 天药多年后 终于找到燕灰 为了打败福音 燕灰与天药 拼尽全力抵抗 最终燕灰参悟了游敏赋 将黑镜转化为龙火 进化福音 并重新 炼化呼吸灵 还给天药 自己牺牲了 15年后 天药这些年 不断寻找燕灰 终于在永州 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爱人 两人在众人簇拥下 开心成风 不得不说 呼吸这部剧 真的是开局 吸引了我们 中途又劝退了不少网友 最后却让很多人 又迷恋于他 无法自拔 感谢观看